也许什么都可以消失,唯有爱才是永恒 本期立歌带电影《人工智能》 戴维是个先进的智能机器小孩 外形跟人类小孩没有区别 程序设定可以进入人类永恒的爱 哪个人类启动了他的程序 他就永远热爱那个人类,直到毁灭 富人家庭的儿子马丁患了奇怪的病 只能静动在医院里 医生诊断说马丁可能再也无法苏醒 马丁的妈妈莫妮卡整天以泪洗面 马丁的爸爸亨利不忍心莫妮卡一直这么伤心 就在智能公司买了机器小孩戴维 莫妮卡初次见到戴维时震惊极了 他认为儿子马丁是不可替代的 一个机器小孩怎么可能替代马丁 亨利安慰妻子说戴维的程序还没有启动 莫妮卡可以考虑几天 如果到时候还是坚持不要戴维 他就把戴维退回原公司 但是如果莫妮卡选择启动程序的话 那就永远不可以更改了 戴维会对他注入永恒的爱 当莫妮卡不再想要戴维的时候 就只能将戴维送去机器屠宰场毁坏 还没启动程序的那几天 戴维尚未对莫妮卡注入爱 只是在家里时莫妮卡走到哪里 戴维就跟到哪里像个魔人的小妖精 想到自己的儿子再也无法回来 莫妮卡对领养戴维心动了 他按着戴维的后镜 依次念出了启动程序的密码 妈咪 戴维动情地叫着 一把扑进了莫妮卡的怀里 莫妮卡也终于接受了这个儿子 也很开心 妻子终于不再那么忧愁 戴维住进了马丁的卧室 拥有了马丁的智能玩具泰迪熊 也拥有了莫妮卡注入的母爱 医院突然给莫妮卡打来电话 说马丁苏醒了 莫妮卡和亨利去医院接马丁回家 并跟马丁说戴维是她的弟弟 马丁回到了自己的小卧室 戴维则只能睡在地板上 马丁一向是个独生子 家中突然多了个弟弟 他很不高兴 晚上睡觉时 他故意叫妈咪给自己讲童话故事 匹洛曹 匹洛曹是关于蓝山女 帮母匹洛曹变成真人小男孩的故事 马丁想通过这个 警示戴维只是个机器人的事 莫妮卡就在马丁的床上 轻轻地给马丁读童话故事 戴维看这个温馨的场景 眼里闪着渴望的光芒 马丁总是想办法挑衅戴维 他知道戴维是个机器人 不能吃饭 马丁就在吃饭时 故意撇向戴维 删出自己刚咀嚼完饭菜的舌头 戴维看着 就捧起餐桌上的菜碗 学着马丁的样子 急速地往自己的嘴里塞饭菜 这样你会坏掉的 泰迪对戴维说 但戴维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 只是学着马丁的样子塞饭菜 莫妮卡和亨利 惊慌地制止戴维 还是没能及时挽救 戴维的内部芯片出了问题 莫妮卡带着戴维去维修 戴维的肚子被剖开 工作人员头疼地为戴维 清洗芯片 莫妮卡自责地拉着戴维 戴维紧紧地拉着莫妮卡的手 阿维莫妮卡说 妈咪别担心 一点都不疼 在卧室里 马丁偷偷地跟戴维说 如果想要得到妈咪的爱 戴维只需要拿着剪刀 在半夜去剪下妈咪的一束头发 然后两人每人一半 戴维就可以在妈咪那里 得到和马丁一样的爱 半夜的时候 戴维拿着剪刀 进入莫妮卡和亨利的卧室 惊恐地大叫着 劝责戴维 莫妮卡也被惊醒了 不敢相信地看着戴维 我只是想妈咪多爱我一点 戴维慌乱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亨利对莫妮卡说 戴维不能要了 亨利说他只是个机器人 但现在已经懂得了嫉妒 懂得了跟马丁争强宠爱 对于他们家来说 戴维现在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他只是个孩子 也是因为马丁 他才拿着剪刀到我房间的 莫妮卡为戴维争辩 马丁和小伙伴们 在游泳池里开心地玩着 看到戴维走到游泳池边 小伙伴们问 这就是你的弟弟吗 马丁 他其实不是个人类小孩 他是个机器人 马丁回答 小伙伴们看着跟人类小孩 没有什么不同的戴维 好奇极了 他们问他出产日期 是什么时候 会不会吃饭 有没有痛感等 说着一个小男孩 就拿起刀 在戴维手上割开一道口子 看戴维是不是会感到痛 戴维感到痛后 恐惧地跑到马丁的背后 要马丁保护自己 戴维实在是太害怕了 拖拉着马丁一个劲地向后躲 不小心 两个人就一起掉下了池子 工作人员赶快潜入水中 掰开了戴维抱着马丁的手 把马丁带上岸 没有人就戴维 只留下戴维 估计地躺在水底 伤害到马丁后 莫妮卡和亨利 终于铁定心要送走戴维 他们一起到戴维的房间 莫妮卡拿起戴维桌子上写的信 看到写的全是对自己的爱和依赖 莫妮卡感动地流下了泪 莫妮卡抚摸着戴维的脑袋 眼里擒着泪水 说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玩 只有我们两个 明天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戴维看着妈咪 开心地点头 戴维不知道 莫妮卡是要将她带到机器屠宰场 一路上戴维都十分兴奋 拿着智能熊泰迪开心地把玩着 看着可爱的戴维 这个曾经让自己再多欢笑的儿子 莫妮卡不忍心了 莫妮卡没有再走去机器屠宰场的大道 而是把车驶进一条小路 下车后戴维开心地布置场地 准备野餐 莫妮卡掰着戴维的肩膀 说自己不是出来跟她野餐的 而是要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叫她自己注意远离人群 不要去城市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戴维这才知道妈咪不是带自己去郊游 而是带自己去放逐 戴维哭着说 妈咪我错了 我不该剪你的头发 不该乱吃东西 莫妮卡挣脱戴维拽着自己的手 说不是因为那些 就急忙上车逃回自己的家里 戴维抱着泰迪 说妈咪喜欢人类小孩 她要去找到蓝仙女 将蓝仙女把她变成人类小孩 这样她就能回到妈咪的身边 另一边人类发明的机器情人 武南乔正在勾搭着各个美女 与武南乔约定的美人被人杀死 武南乔本来是去约会 却背了黑锅 成了个杀人犯只能四处逃命 武南乔逃到森林 遇到了戴维 之后两人一起被行丝月亮的机器收割器收走 他们被送进了机器屠宰场 在即将被屠宰的时候 戴维害怕的一直叫妈咪 现场的人以为戴维是个真人小孩 暴乱的叫工作人员放了戴维 趁着暴乱 武南乔带着戴维离开了那里 戴维跟武南乔说 自己要去找蓝仙女 但他不知道蓝仙女在哪里 武南乔就带着戴维去问百世通博士 百世通博士告诉他们 蓝仙女在世界的尽头 雄狮流泪的地方 纽约曼哈顿 武南乔和戴维抢了一架飞机 直接飞往曼哈顿 到达曼哈顿后 戴维发现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戴维害怕这个机器人跟自己一条妈咪 愤怒地砸烂了机器人 这时研究发明他的人出现了 对他说那里是他的生产地 还有很多跟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戴维看到整整一间屋子 都是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妈咪独一无二的儿子 而是成批生产的货物 戴维维望地坐在高楼上 想着自己的妈咪 然后坠下楼层 戴维掉入水中 却惊奇地发现了蓝仙女的雕像 武南桥开着飞机把戴维救了上去 听到戴维说蓝仙女在水底 就鼓励戴维去寻找蓝仙女 而武南桥却被人类抓走了 戴维开着飞机在水底寻找蓝仙女 终于见到了蓝仙女的雕像 蓝仙女 请把我编成人类 戴维两眼盯着蓝仙女 虔诚地祈祷着 2000年过去了 人类早已不存在 河水都结了冰 世界有更加智能的机器人主宰 戴维和泰迪熊都被冻在飞机中 但戴维的双眼 还是虔诚地盯着蓝仙女的雕像 机器人发现了戴维和泰迪熊 用智能感应出了戴维的愿望 机器人就决定帮戴维实现愿望 但是对于早已消失的人类 机器人没办法帮助直接复活 他们必须得有那个人的DNA 并且只能帮助复活一天 泰迪熊从自己的怀里拿出戴维 曾在妈咪那里剪下了一座头发 交给了戴维 天亮了 莫妮卡在床上抬起轻松的双眼 疑惑地看着床前泪眼朦胧的戴维 戴维知道 妈咪只能存在一天 所以极其珍惜 在这一天里 莫妮卡不记得亨利 不记得马丁 她只有戴维 这一天是真正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莫妮卡帮戴维洗头洗澡 给戴维过生日 跟戴维玩捉迷藏 戴维深深地看着妈咪 满满的爱和依赖 黄昏过后 莫妮卡缓缓地进入梦乡 戴维静静地看着妈咪 满足地闭上了眼 两千年的等待 一天的相守便可满足 有一种爱 就是这样的单纯执着 让人不忍心伤害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黎哥 远走登展 照亮你心